毛鸡卷留下的病痛 看得出骨摊子有多辛苦 小时候人家星期六星期四都是去玩 他们不是他们都在帮忙 走啊然后帮忙做一些事情 他愿意接我会很意外 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说这么辛苦 他还愿意接 说起来两个儿子也是在市场里长大 一个做业务一个做行销 但就是没想过要接受鸡卷生意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念头 就是说年轻长大嘛 然后就觉得他们怎么一直在进 看医生啊对啊 进医院啊等等吃药 所以我就想说来这边帮忙看看 鸡卷里面是没有鸡肉啊 就是里面那个鱼浆要有粘性啊 我就先放豆皮下去啊 然后再放鱼浆这样子啊 漏条啊 听来简单就是把馅料放上豆皮 再快速卷起的重复动作 毕竟包了大半辈子 现在很少出错 因为这个豆皮蛮薄的 容易破掉 然后就再用一层会比较紧一点 包的时候要包紧一点啊 要扎实一点啊 吃起来口感才会好啊 等待鸡卷下锅炸出香气的时间 也不能浪费 得赶紧拌料 先过均匀 让它有味道 然后加这个鸡蛋 生的鸡蛋 这个是比较好的鱼浆 诶 其余 因为我的手感会感觉到 哈哈 你在做的时候会知道 你做几年了 哦 30年有了 要做它 让它联系更好 结合在一起 啊 最后就要加这个 特别调好的粉 对啊 没关系啦 好食材不怕人看 就担心蔬菜出水 影响口感外形 只能当天新鲜选做 因为今天有大订单 客人一早就订好 80卷当下午茶 但这还不是最多的一次 100 对 150 对 最多是150 之前有团过大概也是70 对啊 所以80算多 20块钱好了 好啦 都进卷 没了啊 没了啊 对啊 对啊 超焦躁的 对啊 超焦躁的 腰啊 还有脚啊 就小体筋膜炎啊 站太久啊 呃 站了十几个小时啊 那时候做小姐的时候 没有做过这个 不晓得这么辛苦啊 对啊 不晓得说 真的这么辛苦 对 这一次 对啊 就这样卷卷卷卷 这样摸会痛 对啊 摸会痛 然后一定会痛的 还是变形的 变形的手啊 因为以前我很害羞 对啊 看到客人 我就会害怕 会紧张啊 对啊 有一次客人跟我讲说 他要什么东西 我就说 我听错了 他就问我说 他跟我讲说 你的腰是脚骨打下去吗 我听了就很难过 我以为他是骂我啊 我就转过去就哭了 就是刚刚做生事就比较害羞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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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去就哭了 他怎么这样讲我呢 他怎么会这样讲我呢 对啊 包鸡卷留下的病痛 看得出骨摊子有多辛苦 但厨房的备料工作也不轻松 生洋葱的刺激呛啦 得靠风扇 护目镜 双管齐下才能阻绝 大概要三四个小时 这个剥完以后还要用这个机器把它搅脆 搅脆一点 然后再脱水 我心里对他很努力 你真的要小心啊 对对对 我还跟你说啊 用脱水机甩掉蔬菜水分 只留下清脆口感 这一位其实一开始得靠姐弟俩 互相帮忙 我姐姐以前跟朋友和我 然后拆我了 拆我了他自己做不来啊 就跟他来做啦 他们就比较简单啦 大家都接受啊 后来就做一做 现在的讲究精致嘛 所以东西一定要更好啊 所以我这个鸡卷是有改良过 就连包在里面的猪肉 都得一条一条检查去精 走进厨房才知道 传统鸡卷包着的 其实是很多手工用心 先把这个不能吃的部分就把它丢掉 其实就是你在吃外面吃火锅 就是整个咬进去之后 你反正脚不烂 就是那个部分 对啊 那其实基本上 我们都会把那个部分去掉 所以在吃鸡卷的口感会比较好 这个时候是最累的 那时候是最最惨的时候 最惨的时候 哈哈哈 因为也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你知道吗 又不是只有我们一家 生意惨 生意很惨 对啊 做也是 也是很惨 对啊 也是很惨 对啊 我给了 我给了 对啊 你先吃吧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 这样就可以直接吃 拜拜 好吗 他要比较多了 哈哈哈 就这样扎扎实实包了好几十年 于是才有了菜市场里 一家四口各自忙碌的小摊位 像我就喜欢就是同个颜色 同一种东西就是把它排直线 就是这一格就是这几个 这样子包 对 然后我妈就喜欢这样 我妈喜欢这样 交错 哇 你那个 哦 要走到最后 哦 是 台湾 欧北壁 一点吗 一点吗 好吃 好吃 对 最后一盒 中盒 中盒就是牛棒 然后红烧肉跟虾卷 这样也是一百块 所以每次中盒都是不稍微的 对对 是都不一样 就是刚刚这个五十块嘛 然后这个也五十块 就这样扣起来 就是一百块 其实都可以啦 都可以啦 十二十块都没关系 十二十块 都没关系 他如果没有吃那么多 我们就帮他拿少一点 对对对 因为我现在就是他们 只有一个老人家 所以我们就帮他拿 他如果说指定说 只要三十块 我们就也是 也是只能帮他拿三十块 小时候 人家星期六星期日 都是去玩 他们不是他们都来帮忙 收蚝啊 然后再帮忙做一些事情 做生意的小朋友都很辛苦 真的真的 凌晨大概一两点 十二点的时候 他们在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叫他起来帮忙收蚝啊 他愿意接我会很意外 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说 这么辛苦 当然愿意接 我还好 说起来两个儿子 也是在市场里长大 一个做业务 一个做行销 但就是没想过 要接受鸡卷生意 不想 完全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这个念头 就是随着年纪长大嘛 然后就觉得他们怎么 一直在进行看医生啊 对啊 进医院啊等等 吃药 所以我就想说 来这边帮忙看看 因为我以前是社友室啊 所以其实大家 也是都是在面对客人 但是这边的客人的好处就是 他就会给你很多善意 就不用跟他们 就是不用什么 用什么 包心够巧复分 要就是要 不要就是不要 对对对 我觉得还蛮好的 两条嘛对吧 哦我可以适得适的啦 对对对 好啊好啊可以啊 一条五十而已 对啊 六条好好好 就这样一卷一卷 一盒一盒的卖 菜市场的年轻面口 也渐渐成了老子好鸡卷的 新招牌 一条五十而已 对对对 一条 要不要车 要去哪一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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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小姐啦 好啊 要去哪一盒 好啊 好啊 要去哪一盒 今天生意不好啦 对啊 你不要 给我买一个 你毕竟是比较年轻的面孔 所以阿姨他们就觉得说 你怎么还会想来接 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像是 只有老一辈的人知道 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个食物 我也觉得有点可惜 对就有点像台湾很失落的食物 美食一样 对我就觉得 但是越做越觉得说 想要把这个东西推完给大家吃 这个东西也爱吃 你好 你要怎么哈喽 别动 好 这样吧 卖力摇和努力复制的 除了传统鸡卷热腾腾的庶民美味 还有老市场被时代保温的人情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